在这个海拔3000多的地方下雪了 我这是第一次遇到下雪下雨的天气 哇你们说我冷不冷 真的我最怕冷了 但是没有办法 看这边下雪了 看我穿了好多 这个旗席里面的 然后这个 好冷了 好多羊子 这个是牛 牦牛牦牛 我说羊子 天哪我怎么把这么大的东西看成这么小 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 一次遇到下雪的天气 然后这个镜片里面一直有雾 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然后弄起来它又雾了 可是不戴这个的话也好冷了 鼻子都冻通红通红的 现在还要好远了 这个手套这么厚的手套也好冷了 手的冻红了你看 真的骑摩托车好受罪 但是美丽可以坚持下去的 要克服重重困难 到达西藏 谢谢家人们 担心和支持美丽也美丽 一定可以的 不怕冷也不怕土 下雪很浪漫 现在开始下大雨了 估计好大 我更冷了 从新加坡積过来的帽子 然后我穿了一条冲锋衣 一条羽绒服 两根羽绒服 两根羽绒服 还有一条在里面 还有一条毛笼衣在里面 哎呦 手的冻麻 是 睡帐篷能不能 哎呀这地方好大 但是 没关系啊 美丽 虽然不然 但是可惜 不不热乎 哦 太冷了 因为这里 海拔很高 三天拖 没关系 这是一点小混 在外面啊 经常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在外面 不吹风 不下雨 能喝点热水 就是最幸福的了 简单的快乐 一出来 你就知道 你需要的真的不多 谢谢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